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上感应篇指讲 诸位同修 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 第一堂课 我们接着昨天 讲的善报章第五 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章 善报章 请大家放开清本 大家用的这个 清本是第25页 第一行 我们先来念这一章 善报章第五 这是前面的三首记 派上宝讯 派上宝讯 感应之篇 日送一变 灭罪消遣 受此一月 无路迷奸 行之一年 寿命免赠 信奉七年 信奉七年 七主升天 七主升天 九行不倦 九行不倦 可乘佛主 可乘佛主 好 我们请大家看 第十五页 第一行 从第一句看起 狗祸 微欲而动 这是 书二章 的第一句话 这个狗 就是 如果的意思 如果啊 对于啊 非欲 知识 得动的念头 这个非欲啊 就是 不正当的事情 不合理 不合意理的 这个动这个字就是 我们佛法讲的 身口一三叶 这个动必定是意 心动 意念 我们平常讲的 起心动念 动了非欲的念头 那么 直使 身口 进 造作 非欲的 事情 非欲的言行 所以这个动 所以这个动啊 就是身口一三叶 主导的就是意念 意啊 起心动念 起了不正当的念头 所以就造了 非欲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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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心动念 去绝照 去观察 起一个不善念啊 我们 觉察要快啊 不能太慢了 太慢了 这个 恶念啊 一直发展下去 我们就会去 造作 种种的恶业 所以古人啊 修行啊 他有用黑豆 白豆 来 修自己的心 我们也有用 公过格 公过格 像袁了凡先生啊 他去公过格 在佛门啊 我们敬重八祖 严慈大师啊 他也根据道家的 太维仙金 善过格 善过格 那么 把他 用佛法 也变了一本自知录 自知录 善过自知录 就是自己啊 知道自己是善还是过 每一天啊 根据这个自知录啊 所造作的善恶业 所造作的善恶业 所以古人啊 那这些修行的这些方法 我们都可以参考 这些修行的这些方法 我们都可以参考 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这一个念头 那这个是最圆满 最究竟的啊 但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 用练佛的方法 或者既功过格 或者用黑痘白痘 种种方法 关键啊 还是在觉察 觉照 古大德讲啊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就是不怕这些妄念起来 怕我们 觉察的太慢了 觉察太慢了 这个妄念一直发展下去 控制不住 所以刚刚起来的时候啊 你就要觉察到 赶快给它调整过来 我们念佛人啊 用一句佛念啊 给它调整过来 所以我们 导师上境下风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 也常常 劝我们啊 不管其什么念头 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 要用功 这个用功啊 就是要提起 绝照这个功夫 如果不提起绝照这个功夫啊 我们虽然口念佛的 心还是转不过来 还是随这个静转 这是我们现前啊 要做的功课 就是做这个功课 那么此地讲 狗后非议而动 下面接着就讲啊 那什么叫非议啊 下面这一句讲啊 背离而行以二为能 这个两句 这个两句啊 就是下面这些非议的一个总纲 那总说啦 下面这个种种的恶业 第一个是非议而动 起心动念啊 动了恶念啊 动了恶念啊 造作出来的行为啊 就违背 正理 违背常理 就是不合理 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法 不合这个情理法 不合情 不合理 不合法 这些行为就出来了 以二为能啊 造这个恶业啊 造这个恶业啊 以造恶业啊 认为自己有能力 那为什么造恶业啊 就是起了恶念 起了恶念 身口一三夜 这个恶念是什么呢 我们做三十系念啊 每一次都要念一次 忏悔记 就是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 重生与欲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那么这一 这一章叫诸恶章 列出一百七十条 都是诸恶 所以我们念忏悔记啊 往昔所造诸恶业 那是什么诸恶业啊 我们要读感定篇啊 才知道什么 诸恶业 这个比较气体 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 这个列了一百七十条 通通是属于恶业 这个就是诸恶业 这个再展开 那就无量无边了 那么这个诸恶业 都是从生与欲之所生 从生与欲之所生 从贪嗔痴 生与欲去造众 根源就是贪嗔痴 我们在儒家这个经典里面看到 像这个三字经讲啊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果不教性乃迁 这个是三字经讲的话 就我们人性啊 它是本善 这个本善啊 跟佛法讲的啊 这个自性是一样的 是讲它的本性 本性啊 叫自善 自善啊 它没有善恶 叫自善 那么有的善恶呢 是习性 习性 所以本性跟习性不同 所以孟子啊 主张本善 就习性的善 寻子啊 主张性恶 那是习性的恶 那孟子讲的啊 是自性的自善 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 自性啊 本质清净嘛 超越了这个善恶 那么这里讲啊 我们就以现前我们六道凡夫来讲啊 就是善恶的善 那为什么会造恶业 这个就是 个人啊 遇的言不一样 遇到恶言啊 那么就学这个 恶事 照做恶业 遇到善言啊 学善事 照做善言 善老大师讲的 个人啊 一言不同 有的遇到善言 有的一定要恶言 那么这个言啊 我们要去 选择的 所以在伦理理人篇里面也讲 这个理人啊 理就是 居住的环境 居住的环境啊 你要选择啊 有人词的人 我们佛法讲啊 你要 清净善知识 你要选择啊 这个地方啊 去居住 选择这样的环境 来清净这些善来 你常常接触善人 我们不知不觉 受他影响 跟他学这个善 如果去选择 不好的环境 亲近恶人 那当然啊 我们也不知不觉啊 会受他影响 受环境影响 跟他呢 做二业了 好像我们 本来身体上没有腥味啊 我们到了仪式场啊 天天去啊 常常去走一走出来呢 也都有仪腥味啊 如果你到那个麦香的香铺啊 都是檀香味啊 你常常去那边走 那出来就是檀香味啊 那不一样 所以论理里面讲啊 这个理人就是 叫我们啊 要清净三十次 我们居住环境也要选择环境 像孟母三千 孟子的母亲啊 搬家搬了三次 那他为什么要搬了三次 为了教育孩子 那这个第一次啊 这个这个 家里住在那个屠宰场旁边 那个孟子小时候啊 那你就学习了 学习怎么杀猪宰羊了 那他母亲看看 那就不行了 那这个 儿子以后长大变屠夫啦 就做这个行业啦 后来又搬到一个殡葬业的 那一天到晚啊 就是做这殡葬的事情 他也学啦 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 将来做这个事情 后来啊 搬到一个学工 就是学校 那么这个孟母啊 才定居下来 让他亲近啊 这些老师啊 学习圣贤文化 学习圣贤文化 所以后来孟子啊 成为亚圣 也是得利于他母亲啊 从小啊 用心的 选择环境啊 选择环境啊 教导 亲近三十四 我们凡夫总是心水净转 如果我们工夫成就啦 我们心能转静 那我们住什么样的环境 都没有问题 我们不受影响 而是会去影响众生 就是去教化众生 像佛菩萨 阿罗汉 他们不受影响 像地藏菩萨呢 他到地义都 都是度众生的 那我们去地义就不行 这些道理啊 我们总是要明白 才知道啊 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环境 那么此地啊 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提醒 苟后非易而动 背离而行 以恶为能 做恶事啊 来作为自己 自己的能力 来展现啊 自己有能力 有能力啊 造恶业 下面啊 就给我们 列出啊 这些 恶业的事项 那么这个恶业啊 有一百七十种 这个恶有 刚强之恶 也有柔弱之恶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去看 下面这一句讲 忍作残害 这个忍啊 不是忍入那个忍 这个忍 这个忍 这个字在此地啊 它的意思是忍心 忍心 这些忍心 我们一般讲啊 你怎么忍心 你怎么忍心 怎么做呢 就是没有扯避心啊 就是残忍的意思 怎么这么残忍 这个忍怎么这么残忍 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 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 残忍人物的事 残忍人物的事情太多了 下面啊 就一条一条给我们立出来 再看下面 残忍贼良善 这个忍啊 是阴暗 这是暗中的意思 贼呢 就是贼害 贼啊 有偷盗的意思 小偷强盗 暗中啊 暗中啊 这个贼害 善良的人 暗中啊 就是害这些人 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的 是暗地的贼害 我们现在的话讲啊 这个人有阴谋啊 害人 害什么人呢 他专门去害那个善良的人 这个自古以来啊 中国外国都有 凡是这里诸二章列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 都发生的事情 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这些事 这些事啊 这里不会列出来 就是有这些事 有这些人 再看下面一句 暗五金轻 那么这句啊 也是我们自己啊 要常常白省啊 你看 殷贼良善 那我们都是讲殷暗 这一句啊 又是暗五金轻 这个暗啊 就是 也是 背后啊 背后啊 欺满 金就是领导人 以及啊 自己的双亲 包括自己的亲人 那亲人 那亲人当然以父母 总代表了 一个领导 一个 父母 那么这个背后欺满啊 总是 阳奉阴违啊 我们常常讲啊 这个 上面领导人啊 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 父母亲 对我们什么教训 阳奉阴违 表面上啊 哎呀 都讲要依教奉行 但是啊 在背地啊 做的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阳奉阴违 就是此地讲的 暗五金轻 阳奉阴违啊 就有七五 好像五路 这一个 意思啊 那这个是 罪业 下面这一句讲 慢其以先生 盼其所失 这个两句 这个先生 是指老师 这个老师啊 传道授业解惑 那对先生 不能轻慢 也不能傲慢 我们在观经 敬业三福啊 第一福第二句 就是奉事师长 那么这个对师长啊 不能傲慢 也不能轻慢 要尊敬师长 要尊敬 所谓尊师重道 那为什么要尊师重道呢 尊师是为了重道 就是重视自己的道业 所以要尊师 如果不尊师呢 也就是不重视自己的道业 那不重视自己的道业 当然自己的道业 学业 事业 都不能成就 因为不尊重 所以这个 书画常讲啊 有状元学生啊 没有状元老师 那个学生啊 他考重状元啊 那个老师可能是 乡下一个穷秀才 他连个几人近视都没考上 但是他的学生啊 不但考上近视 而且 考上近视第一名就是状元 那 这样看起来啊 学生的成就 比老师高太多了 那么 学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啊 他懂得尊师重道 这个老师的才华呢 不见得比他高 不见得比学生高 但是学生啊 懂得尊师重道 他的学习就超过他的老师 所以俗话讲啊 清除以来 儿生以来 就是学生啊 成就都超过老师 因此啊 对先生要尊敬 要尊敬 自己学习啊 才会有成就 这个老师并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学生啊 他学习的态度好 对老师尊重 老师啊 不怎么样 他学的会很有成就 成就都超过老师了 所以自古传下来这句话呢 也是真理啊 识识真相 所以 有状元学生 没有状元老师 关键就是学生啊 懂得尊师重道 那现在的学生就不行了 现在这个学生啊 那老师啊 还要去巴结学生 我今年在台北这个建坛啊 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 租了个场地 体办这个两岸三地 传统文化青年学习 那我们 台湾桃园刘一元啊 带我去找那个主任 给他讲 我们办的是公益的啊 请他这个租金啊 算便宜一点 找那个主任啊 那个主任也跟我差不多六十几岁 不用小一点 也是 都是当教授的啊 那现在啊 这学生啊 他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 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大学里面啊 这个教授讲课 很多学生他不来听课 这个教授啊 这个教授啊 问学生 说你们怎么不来听课呢 那学生怎么回答呢 那学生怎么回答呢 你自己反省反省嘛 看你自己讲得怎么样嘛 好 所以 这个主任跟我谈得也很投机啊 谈话谈了很久啊 讲得很感慨啊 那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那个时代 学生对老师的态度 虽然不如古人啊 但是 还是有一定的尊敬 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学生啊 上课不来听课 然后老师问他 你怎么不来听课 他说你自己反省反省啊 你自己检讨检讨啊 那对老师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 他能写到什么东西 实在讲 就混日子啦 混一个文凭 他就是这样 写不到 现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所以 好像从初中以后高中大学啊 这个学生对老师的不恭敬啊 越来越严重 有的甚至呢 毕业呢还要去打老师的啊 这个在以前是很少 不是没有很少 在现在呢 很多 所以常常啊 听到有些同修当老师的 我们碰到的时候啊 常常会感叹 哎呀 现在学生不好教啊 真不好教 以前的学生啊 老师还能打还能骂 那现在呢 现在呢 老师要去检讨检讨 学生不骂老师那就阿弥陀佛啦 阿弥陀佛啦 那现在呢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 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 但是这个事情啊 是造罪业 所以你曼吉先生啊 那师过之神他要记过的啊 嗯 所以你现在呢 看到这种 教育风气 学西洋人这种教育风气 那真的是造罪业 造罪业 所以我们楼上常讲啊 他去大学啊 讲过课 看到学生啊 大概呢 专心听了 大概前面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啊 他就东张西望啊 他心就不在那里啊 所以以后他再也不到大学去讲课啦 因为 这讲啦 对他们也没帮助 彼此浪费时间 现在 听说这个教授上课啊 也要迎合学生的口味 要符合他们 他们的需要 他们想开开玩笑啊 要开开玩笑啊 要开开玩笑啊 让大家乐一乐啊 那就过去了嘛 要烤睡的时候放个水啊 那烤一烤就过了 这个罪业啊 在现前这个时代啊 可以说 全球性的 这个方面啊 实在讲真的是 西方要向东方 古老的东方学习啊 这个我们东方啊 再去向西方学习这一方面 那就颠倒了 好所以现在我们 看到老上跟 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啊 合作办汉学院 这个校长啊 一直非常有善根 他也真正在做功课 也真不容易 那天到苏州固德啊 我也讲了一些话 那个校长在下面啊 那个校长在下面啊 请他上去讲啊 我讲什么 他都能够 讲出我的意思出来 所以我一直仔细去从旁观察啊 他坐在那里啊 不是打瞌睡 他正在做功课啊 所以我们老上会进那边跟他合作啊 是有道理的啊 因为这个校长是真有心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判其所事 判就是背叛 对自己的职务啊 不尽责 从前啊 这个 申国范先生啊 范仲淹先生啊 这些圣贤啊 他们在公家办事 就是今天啊 做的事情啊 如果做的不够他的薪水 明天要把他补上 不然啊 对不起这一份薪水 这圣贤人啊 圣贤精神啊 他是这个心态 这个做法 不是啊 像 有一些人啊 就是 去公司做事 哎呀 少做一点啊 薪水多拿一点 嗯 那么每一次啊 要去应征啊 做什么事情啊 总是啊 先问薪水多少 那些薪水啊 这个薪水啊 合自己的 要求啊 那么才要去做 那么这个方面啊 总是 只有想到呢 那你 给我多少薪水 他没有想到呢 他没有想到呢 那我 能够为公司做什么 能够替公司 赚到多少 他没有想到这个 他只想到 你要给我多少 啊 只有想到啊 自己要得到多少 啊 只有想到啊 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什么 啊 因此啊 不管在公家机关 或者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 如果请到这样 的人啊 他不会 负责尽职的 把他的职务做好 他总是分时间啊 反正啊 到时候薪水发给我就好了 做多少他不管 他也没有 去考虑到呢 那么我做的呢 能不能抵得过我这一份薪水 是不是对得起这一份薪水 没有这样想 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所以就会造成啊 自私自利这个心 只是想到啊 我能在公司得到多少 好 所以我当兵退伍啊 到我同学那个 一个铁工厂 临时去给他 没有人啊 我去帮忙啊 那常常我看到啊 那个员工跟老板啊 常常在吵架啊 他员工当然要得到薪水 那老板啊 他也是尽量啊 要剥削这个员工啊 那两方面都不对 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公道话 我说公司如果不赚钱 我不能拿到什么薪水 那么公司赚钱 你也要靠这些员工 来工作嘛 所以两方面都要 互相去设想 那你这个公司才会 兴旺才会成长嘛 老板啊不能只有想到我这方面 员工也不能只有想到他那一方面 要互相去设想 互相照顾 他像现在苏州顾德啊 也做得非常成功 他就是能互相去设想 老板啊照顾员工 他的家属 父母和女 让这个 员工啊 没有后顾之忧 员工啊 他全心全力啊 为公司来奉献付出 当然他这个事业啊 觉得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 能够维持长远 所以这一句啊 我们也要 从这个地方啊 去看 从这些地方去落实 所以这个叛极所事啊 就是个人的职务 我们有没有 背叛 有没有对不起 我们 所做的这个事情 在佛话讲啊 有没有 互因果质人 那么如果叛极所事 那这个就是罪过了 狂出无事 棒出同学 这个狂是 欺狂 在佛经想到欺狂 欺骗 狂骗 狂骗 无事就是外行的人 外行人 这个在社会上 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些事情 特别卖这个金银珠宝的 那这个要哄骗啊 也很容易 还有卖那个古董的 卖古董的 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你卖这个古董 有些古董啊 那个真的是 价值连城啊 在古董的这个市场行情啊 价钱很高的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这个 台北故宫啊 这个 唐怡玲 唐老师啊 他就给我讲 他给我讲一个什么 宋朝的一个什么 什么地方做的碗 反正那些我都是外行的 他给我讲啊 他给我讲啊 如果现在 有人送我那个破碗啊 他就给我讲 武道法师啊 你可以盖十个佛光山那么大 那这个不是真正内行的人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他可以模仿的跟那个 原来那个一模一样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所以买这些字画 那个要很内行的 还有什么 夏商周那个青铜器 那些现在市面上啊 也很多啊 摆在外面 哪些跟故宫那个摆 对看啊 也差不多嘛 但是在故宫摆在里面那是真品 外面看的 假的很多 不是说没有真的 假的很多 特别买古董啦 买一些项链啊 珍宝啦 那么几年前啊 我们也看到一个同修 这个也来到上海 卖金银珠宝 我看到他们拿了一堆 金银珠宝项链出来 拿一条啊 都是一千多万人民币的 听到我就吓坏了 但是旧有人 这些有钱人 旧有人会去买啊 如果没有人买 他不可能有那个行情嘛 就是有人买 在两千年啊 十七年前 我跟我们台湾一个旅行团到 甘肃新疆去旅游 我们台湾的五个同修去参加人家的团 那么到了和田啊 和田就出产这个鱼了 那这个旅行团就带我们去买啊 那个商场去买 那这个 跟我们去的有个秋宝费居室 她是女主 那个卖鱼的啊 就哪一对手还鱼的 开价八万块人民币啊 那么这个秋宝费居室啊 我说哇 这么贵啊 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品啊 我们也不知道 做的呢 那跟真的是一样的 后来这个秋宝费居室啊 给她开个价 说五百块人民币 八万变五百块 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如果我去买啊 我给人家杀个一万五千的 那我就觉得很对不 很不好意思啦 杀不下去啦 八万变五百 那这个秋宝贵居室啊 他说要卖就卖不卖 我们走啊 那我们就走了 走了几步啊 他就又那个卖意的又喊 回来回来 给你给你给你 后来他买了那个五百块啊 他说五百块还 他还嫌贵 因为那个秋宝贵居室啊 他在我们台湾 他就是在卖那个珠宝 所以他比较内行 那如果我去买 你说我怎么杀 因为我们不懂嘛 所以我去和田买那个义啊 我都买那个 那个五块钱人民币的那个 我说那个给你骗就五块 我都是买那个五块的 买了一堆啊 反正买石头也好 反正就五块钱嘛 那个上百块的我不敢碰了 都是五块十块的那边买那个 所以我们不是内行啊 就不要去碰那些事情 这金灵珠宝啊 像我们这个外行的啊 就不要去碰啊 那么这个一句啊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 所谓隔行如隔山啊 你不是做这一行 我们就不专业啊 那做这一行的人他专业啊 他要骗这个不专业的 那也很简单啊 但是这个是对不起良心啊 这个 恐骗外行人啊 就造罪业 不能骗人 应该啊 同手无欺 卖什么东西啊 负贞驾驶 同手无欺 棒珠同学 这个棒是毁棒 毁棒同学 那同学当中 为什么毁棒呢 总是嫉妒障碍嘛 看他的功课比我好 考试考得比我好 那可能 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啊 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 还要陷要一番 那可能啊 招来人家更不舒服 同学之间啊 都会互相去攻击毁棒 所以前面啊 七三章啊 这个太上 也给我们开示 太上老君也给我们开示 不章能短 不献几场啊 不要去彰显别人的短处 不要去献要自己的长处 你家呢 这个儿子联考啊 考上北京大学啦 你家呢 对面那一家 他儿子没考上 你家考上 你再放鞭炮 那一家就受不了啦 你要考虑到啊 他没考上的心情嘛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献要 这些都是人情事故 所以不章能短 不献几场 这些是处事之道 那么同学之间呢 互相毁谤 这些都是造罪业 虚无诈位 攻击中情 这个两句 虚无诈位 虚是希望无事啊 无灭 诈欺诈 唯啊 是作假 以不识的事情啊 去欺骗 欺骗 欺骗 好人 以假的啊 当作真的 去骗人 这些事情就很多了 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啊 实在讲啊 这个媒体啊 报的啊 报的啊 真实的事情 不多 希望的 成分比较多 所以我们先来看报章杂志啊 要仔细去看 有的报的啊 有的报的啊 是比较 实在的啊 有的报的啊 是希望的 不是真实的 啊 过去啊 李秉兰老吉士讲啊 他那个 报的啊 他说他一看也不信啊 报的都不是真的啊 都是虚无诈位 这些事情 那现在的报纸啊 那现在的报纸啊 更是这样啊 包括啦 各种行业 都有这些事情 以不辞冤枉好人 以假的 负物 充骗真的去骗人 这个 这个在卖东西的啦 做广告的啦 这些 常常有这些事情 所以过去啊 我记得当兵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牌长 他好像在做广告的 他给我讲啊 他说呢 我们做广告的啊 他绝对不去买 那个广告的东西啊 那不百名骗人嘛 你自己 人家讲的都那么好 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 做这个样的事情 就不好 他做广告啊 只是想赚钱啊 但是你卖不实的东西 给人啊 这个就不好了 如果真好 那你自己先用嘛 自己都不用啊 然后欠人家去买 自己也知道啊 那个不是真的 用不实的广告啊 去骗这些客人 这个赚了那条钱 又骗人啊 这是没良心啊 下面这句啊 攻击中亲 那么挑剔同族亲戚 攻击淫师 这个中亲之间啊 大家应该和谐 不应该互相去攻击 而且去揭发他 因私的事情 这个也是 不厚道 学习传统文化 他 他的好处 主要明白道理 懂得伦理 道德 因果 对于自己的中心啊 他才能够和谐 这个 中族之间啊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 我们不难理解 总是有一些利害冲突 有一些利害冲突 有了利害冲突啊 互相攻击啦 这个 揭发呢 他的隐私啊 那这个是 缺德的事情嘛 不厚道 不可以 去攻其淫师 中亲应该啦 要和睦相处 那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个造的也很重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刚强不能狠利之忧 这个刚强啊 在地藏菩萨本念经啊 那佛给我们讲啊 炎福提众生 刚强难发 这个气质啊 刚爆 没有慈悲心 刚强难发 所以我们 都是蓝颜福提众生 讲到这一句啊 我们就要想自己啊 刚强难发 我自己 以前啊读到地藏经 也常常想 哎呀 想一想自己啊 这些习气 真的经上讲的没错 刚强难发 谁刚强难发 我自己刚强难发 啊 这个啊 我们自己要觉悟 啊 我们觉悟啊 才能改过 啊 如果不从自己啊 去反省 一直看别人啊 这个刚强那个刚强啊 啊 只有自己不刚强 啊 其实啊 自己啊 比谁都刚强啊 所以这些 每一句都是 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啊 所以想想自己啊 自己就是刚强难发的人啊 为什么刚强难发呢 佛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南颜福提众生刚强难发 啊 如果不是刚强难发 那么好叫化 那我们早就做佛啦 还在这里做凡夫嘛 那可见得啊 我们是刚强难发嘛 那难发到什么程度呢 地藏菩萨本念经跟我们讲 我们堕了地义啊 受的那个苦实在是 无法形容的 不可思议的 啊 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苦 是可以想象的 啊 我们人间这些苦 我们都 已经 受不了了 那第一支苦 那是无法 从原理去形容 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苦 那鬼王也是欠人说 这个第一太苦啦 哎 又不要再造这个罪业啦 不要再来啦 但是呢 罪业受满了 出去的 没有多久又进来啦 欠到最后啊 鬼王也不欠啊 反正欠了也不听 刚强难发 那么看到别人啊 就想到自己 别人刚强难发 那我自己是不是 也刚强难发呢 别人就是我们的善事死了 那想一想啊 自己就是刚强难发 啊 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 我们这个刚强难发啊 啊 我们怎么样 能够给它们改变 慢慢啊 这个刚强的啊 这种习气啊 慢慢减少 啊 这样我们就进步了 啊 总是啊 要听佛的话 啊 我们老上啊 这个 讲习当中常讲 老实听话真干 啊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要做不容易喔 啊 听话我们听吗 不听啊 啊 如果听话老实真干啊 那早就成就啦 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呢 我们自己就要觉悟 我们自己啊 就是不老实不听话 不真干啊 现在要改过来 那海贤牢上呢 老实听话真干 做个榜样给我们看 老实听话真干啊 没有一个不成就 好 我们看下面这句 狠力自用 这个狠就是凶狠 这个性情凶狠拐利 一意孤行不听善权 好 那么这种个性啊 我们在社会上也看了很多 我们在社会上也看了很多 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 不要犯这个 过失 这个性情凶狠啊 这个性情凶狠啊 拐利 这个也是 从小啊 欣喜的 特别是这个母亲这个胎教 这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 母亲如果常常发脾气 来影响 来影响 胎儿这个性格 他会受到影响 那出生之后啊 如果这个 后天的教育啊 没有教好 看到的又是这些 很利的事情 就是这种感受到的 蚝辱木兰 那长大了 就 养成他这样的 个性了 凶狠 暴利 那么在很利之人啊 这个我都看到过 哇 真的有的人是非常凶狠的 那好像是虎狼獅子来偷胎的啊 真的是很凶狠的 这样的人我真的亲自见到过 这些都是从小培养的 本来就有这些烦恼 称恨心特别重的 称恨心特别重的 就表现出恨力持有 贪嗔痴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是非不当 像被怪鱼 这个两句 第一句是是非不当 以非为是 以是为非 非就是不对的 是就是对的 我们现在讲对不对 是就是对的 非就是不对的 我们在佛门里面也常常听到 某人啊 常常到道场来讲是非 早年我在台北华藏火教图书馆 常常听到 牢上讲经 师父上人讲经 哎呀 有些童修罗中文在道场讲是非的 后来我想一想 这讲是非 我听一听他们讲的啊 不是在讲是非 为什么不是讲是非呢 讲的都没道理啊 讲的是什么呢 是是非不当 不是讲是非 非当作是是当作非 是讲这些点倒的 乱讲的 所以讲是非啊 你还要懂的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他才能讲是非嘛 如果你不懂啊 把非当作是是当作非 那你是乱讲嘛 你不是讲是非 所以讲是非 还得有学问 不然你也想不了是非 所以我想一想啊 哎呀 实在讲啊 谈到讲是非 都谈不上啊 那讲是非 他还得有学问 是非啊 他要分得清楚 如果以非为是 以是为非 那这颠倒了 他讲什么是非呢 就是此地讲的 是非不当 那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 不要说外面的人啊 在我们静中这些道场同修啊 这些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 而且听经听了很多年啊 那还是是非不当啊 那还是不明理啊 就是依吃 有业障 这个业障蒙蔽 依吃 所以把事看成非 非看成死 下面这一句 向背乖乙 这个 向背乖乖 亲近恶人坏事 远离善人好事 向恶人啊 向着恶人 去做一些不合理的 关于就是不合理 违背常理的事情 那向着这些人啊 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 背离啊 这个善人合理的事 这个叫向背乖乙啊 这个在我们一般啊 机关团体 公司 行号 也有这些事情 向背乖乙啊 这个我们要仔细啊 去观察啊 这些事啊 凡事啊 亲近恶人不好的事情 远离善人好事 违背这个常理的 这个就是不对了 就是造罪业了 我记得啊 我们在也是几年前啊 道场也请两个同修 两个啊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啊 来上班工作啊 也是花薪水给他们 那么我们道场啊 就是在政府登机的社团啊 那是不登机的 那都要 连年都要报账的啊 这个还要 年度啊 请会计师做账的啊 那这个 手细很多 那有一些 我们做的一些法宝啊 那个厂商啊 因为厂商它是盈利事业 那厂商它要交税的 它要交税的 因为呢 我们要报账 所以我们要花票嘛 我们要报账 要花票 那厂商开花票给我们 它就有记录啊 它就要交税了 那交税呢 当然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厂商就说 你要花票要加多少% 那我们佛弟子呢 不能逃税啊 这犯偷盗戒啊 所以就要拿这个花票 拿这个花票 拿这个花票 那么在我们 这个道场上班啊 这个 这个居士啊 一个蓝的 一个蓝的 一个以前在山上啊 坐柜台 现在不做 它们两个都离开了啊 那么他们就去给同修化言啊 说要印经啊 做华宝流通啊 钱交给他 他说不要交给我们社团 为什么交给他呢 他的理由就是说 你交给我啊 我不要给厂商拿花票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华宝 哎呀 很多同修就是这样拿钱给他了 那大家想一想 他这样做卢华不卢华 他拿我们的薪水 然后呢 人家要来这个道场啊 监款做华宝 所以不要监给我们柜台 就不要开收集 因为啊 交给我们 我们叫厂商去印经 我们就要给厂商拿花票 拿花票啊 他就要被称呼扣税金 所以就比较贵 拿给他呢 他不要花票 给厂商讲不要花票 他就比较便宜 他说这样啊 金可以多印一点 那有一些同修呢 他也不明理啊 就给他啦 他也觉得 哎 这样好事啊 多印一点啊 但是呢 他拿去啦 他有没有多印一点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做这些事情啊 就是这一句讲的 好像被拐疑 你不像这个正常的去做啊 背离这个正常的 像那个不合理的去做 都有这些事情啊 而且这些都是学佛啊 听经多少年的啊 老同修啦 你看看啊 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 连这些他都不懂 我们再看下面 虐下起功 禅上西子 为了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 虐待下属 争取功劳 把虐待下属作为争取功劳的一个工具 这个真的是没有词别心 也不顾民间疾苦 只有想到他怎么样能得到 这个功劳赏识 禅上西子 这个禅是禅命 为求得宠 不惜用尽七巧方法 去霸解 去迎合上命的意思 这个一般讲禅命霸解 那禅命霸解 他总是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 得到好处 这个叫禅上西子 希望得到好处 我们再看下面 受恩不敢 念念不休 我们前面在基善章 学习到 这个施恩不求报 以人不追悔 我们不失恩惠给别人 不求别人对我们回报 不求报 不失给别人的财物 也不去追悔后悔 不失就不失了 就要放下了 受恩不敢 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呢 我们要去感恩 要去报恩 不能啊 不报恩 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报恩 我们给别人恩惠不要求报 那如果受恩不敢 接受别人的恩惠啊 不去感恩 忘恩负义 那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就是罪过了 念怨不休 怨就是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别人欺负过我们 对不起我们 这个怨恨啊 念念不忘 这个不休就是 没有休止 念念不休 从来没忘记 到死了都没忘记 别人对我们有恩惠 他都忘了 对不起我们念念不忘 这个就造罪业了 那么应该啊 要念恩 恩念念不忘 念就不要放在心上 这样才对 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学习的 所以一个人啊 我们敬老和尚也做榜样给我们看 那韩馆长啊 在世的时候啊 他脾气不好 实在讲啊 一般人也说不了 那个我们牢上真的是 心等不如破罗命 但是啊 韩馆长对他不好的 他一看也不提 一看也不放在心上 只有啊 感恩念恩报恩 念念不忘 不忘他父辞之恩 对不起他的方面啊 他不提 这个就是 不念念只念恩 这也是做给我们看的 那比如说 一个人啊 对我们有恩 十件事情啊 对我们有九件的恩惠 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 我们就把那个九件忘得光光了 就记那件对不起我们的事 那念念不忘 念念不念恩 这样就错了 这就不对了 应该念恩不念念 所以我们牢上也 做一个示范啊 给我们看 给我们学习 我们再看下面 清灭天民老乱国阵 清灭 清灭就是 看不起啊 看不起啊 看不起这些人民 这个人民啊 就上天的子民啊 叫天民啊 那怎么可以 看不起啊 不重视民情呢 不尊重人民呢 当个官啊 那对人民就不尊重了 这个叫清灭天民 这个 没有去啊 考虑到 人民啊 他的需要 没有去考虑到他们 清视他们 清视他们 不重视他们 这个叫清灭天民 老乱国阵呢 就是不为国为民啊 反而违法乱缴 这个国阵啊 不能去随便啊 去老乱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办政治啊 就是 干扰 困扰 困扰 所以不能老乱国阵 那这个 我们要遵守啊 国家的政策 宣法 现在国家定的政策宣法 我们也不能去老乱 老乱啊 也是罪过 賞其灰意 刑己无辜 这个 赏赐赏赐 灰意啊 就是不意之人 不合理的 那么灰意之人啊 你去奖赏他 那不是增长他 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嘛 好像他做的这个 不如法的事情 你还去奖励他 那不是更增长他 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 该赏的不赏 不该赏的继续赏 这个做错了 刑己无辜啊 这个刑就是刑法 无辜就是冤枉人啊 这个 特别在法院啊 当司法官的 如果 不小心 或者有私心 或者自己啊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往往会阴亡好人 判刑啊 无辜的人啊 给他判刑 给他执罚 这个都造很重的罪言 好 这节课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下面 杀人取草 青人取味 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我们先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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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